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就可以修正一点 所以为什么普通物理是一切的最重要的地方 我都只有一招 我只靠普通物理 OK 你没有普通物理 你就没有概念 好 我们这边有个FT 我们希望透过Transformation之后 把它转换到S空间 那我们这Transformation的方式呢 就是怎么样 将F呢 做Laplace转换 就是FT呢 前面乘上Exponential-STDT 从零积分到无穷大 但是它的重点是永远要求 我们FT的增加量 不可以比Exponential-ST的减少的量 来得快 否则这个东西会发散 一个渐渐变大的东西 你就算下面的面积 那一点意义都没有 因为面积也越来越大 最后就发散掉 因为这个是无穷大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开始一个个来背 假设是FT 这是转换之后的 有什么差别 OK 我将这个用这个写 假设我是E 转换之后变成什么 嗯 S分之一 大家就跟着我背哦 你要是平常没有背的 就趁这个时候 把它背起来 很多人以为读物理人不需要背 这种人大概也读了不怎么样 除非你是像我的同学 看过去一辈子不会忘掉 假设你不是 就代表你不用背的结果 你就忘光光 OK 你一定要把人家的心血结晶 背起来 变成你的 OK 好 再来呢 T的N次方 会变成N的阶层 除以S的什么 N加一次方 OK 好 Explanetial AT 转换完之后变成什么 S-A分之一 OK Explanetial AT 再来 Cosine Omega T 转换完之后变成什么 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S Sine Omega T 转换完之后会是 S平方再加上 Omega平方分之Omega Hypercosine AT 会变成S平方 减掉A平方分之S HyperSine AT 会变成S平方 减掉A平方分之A OK 这些背多 把它背起来 OK 好 再来 继续来 假设现在我们把 Explanetial 跟东西 乘起来 只具一个例子 Cosine Omega T 是S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S 当前面有乘成 Explanetial AT的时候 这一转换过去 S要做位移 对 就变成S 减掉A的平方 再加上Omega平方 分之S 减掉A OK 所以你要看到 有个很类似Cosine的东西 它又做个位移 那么就代表 前面称成Explanetial 好 好 再来呢 Step Function Step Function的转换过去 会是什么 S分之一 称成Explanetial 负A S 所以你要是跟Explanetial 跟这个看起来好像 这个当初讲Explanetial 是在时间的领域 现在在S的Space 也有 OK 你看到它就知道 这边大概是Step Function 或者 Delta Function 差别在哪边呢 它们两只有个差别 前面有没有乘上S分之一 OK 所以要是前面有乘上S分之一 你就晓得它是个Step Function 要不然就是个Delta Function 再来呢 假设Explanetial 假设Explanetial 负A S的前面是 一个S 不是S分之一 也不是E 而是一个Function 那么它一定是Step Function 跟这个Function 转回去T空间之后的一个位移有关系 OK 所以这样背起来就比较简单 只要看Explanetial 负A S的 一定是跟这两个有关系 最简单的 前面是E的就是Delta 是S分之一的就是它 假设不是的 一个函数的 那么就是它 OK 把这些记起来 你基本上什么东西通通都记住了 好 再来的呢 是什么 微分的 对不对 微分的 OK 写中文 假设有个函数 F 先微分的 之后 才做Laplace 它会等于什么 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再乘上个S 再减掉没有微分之前 变数等于0时候的数字 假设你微两次 就是重复做 那你这边会变成S的平方 乘上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减掉S 乘上没有微分之前的Laplace 再减掉一次方微分之后的0 OK 这些呢 大家都可以记下 积分 假设有个函数 F 本来是T 但为了方便旗舰 我们把它转成T 然后我对它积分 0积到哪边 就积到T 假设我对这个东西 做个Laplace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没有积分之前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函数 直接的转换 然后再乘上 S分之一 OK OK 好像大概就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剩下是Delta方形一些特色而已 这是T shift 这是S shift 对不对 我只是用这样子来表达而已 比较简单一点 那Delta方形的特色的定义是这样 T减A 什么特色呢 T等于A的时候 是无穷大 Otherwise 其他呢 通通都等于0 不只是这样子 重点是这个Delta方形 假设你对它做积分 随便你设定这个范围 只有涵盖T等于A的这一点 它永远等于E 也有面积永远等于E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特点 你们以后会用很多的 任何一个函数 乘上Delta T减掉A 之后积分 假设这个积分呢 包含住Delta T点A的这一点 那么最后结果就是F在A的这一点 当然你要保证F在A的这一点 有意义 OK 要不然它就是没有意义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讲的 所有的东西 对不对 好 今天呢 要来玩一点小玩意儿 OK 是不是这样子就够了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 事实上 可能还没有 OK 我们还需要一些多余的东西 我们来讲第一个叫 Convolution Theory Convolution是回旋点 为什么去回旋 我也不知道 总之就是convolution就对了 重点是这样 我们想讲一件事情 假设有两个函数 F是FT G也是T 假设我将这两个相乘了 之后去Laplace 等于什么 会不会等于个别的Laplace 之后再相乘 会不会 假设是 假设是的话就很棒 对不对 但天下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他告诉你 不是 那 这样就代表说 你要这样转弯过去 你就必须要弯弯正正来做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一个函数 函数 是F S 这个就是它 GS 这个就是它 两个相乘 好像说你看到一个S空间的函数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相乘的 它并不是代表着说 它的反向 并不是就等于FT 乘上GT 并不是强 但是假设我知道它乘起来是怎么样 那我知道它转换完要怎么样 那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常常碰到一个东西呢 我们最常用就是部分分数法 就把它解开来 解成几个可以转换 但是假设要相乘可以的 那你就要看看是什么相乘 因为这边给我们只有很简单的 比如说 Exponential A 乘上一个函数 都是Exponential 那假设不是Exponential呢 那你知道部分分数把它展开来 那部分分数要是很复杂的 那就比较辛苦 所以假设是这样子 那我们很想要问说 既然这样子过去不对 那这样子过来也不对 那我问一件事情 那它应该是等于什么 假设我们知道了 那么这就很方便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要来定义 要来写一个东西 Convolution 当你看到 我要反向 所以我写在这边 有个函数 你可以把它分解成Fs 乘上GS 之后 你要把它反向 Labsas 请问一下 应该等于什么 好 直接告诉大家答案 答案是什么呢 F 直接转换到 实域空间 转到T的空间 这个就比较容易转换 我们会把它这样分出来 就因为它很容易转换 这个呢 也把它转换过去 但是 我做个Shift 然后我干嘛呢 我对T积分 怎么积 从零积到T 这样子就好了 也就是说 我这个直接转换到 T空间之后 我直接T写成套就好 这个转换到T空间 然后我将T写成T减掉套 之后两个相乘积分 就是我转换回去的方式 因为我们希望 这招会比较简单 OK 好 我们来看看为什么 这个Prove呢 有个地方呢 比较难懂 OK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FS的意思就是 F 套 然后前面称到 负了S套 D套 从零 积到无穷大 这叫FS 那么GS呢 是指 G 在T空间 我为了要这个T 跟这个T不一样 我把这个叫做P 那前面就称了Explanetial 负SP 然后对P积分 从零到无穷大 这个就是这两个函数的 基本定义 然后在这边 他们不是要相乘吗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相乘 但相乘呢 之前呢 我要做几件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现在有T 有P 这两个独立变化 我想 把套呢 先固定在某一点 因为这个积分的过程当中 套一直变化 从零变化到无穷大 所以它在变化工程当中 我先选某个瞬间 比如说套变成某一个数值 变成什么 就是一个套 我先把它固定下来 然后呢 我就来定义一件事情 Let T呢 我直接定义它 就是P加上套 就这两个项架 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是为了待会儿的目的 我们先把这个做完 所以这样一来呢 套一旦固定了 你P 因为T是这两项架嘛 所以P我可以写成T的函数 对不对 假设我对他做权威分 抵P 就等于抵T 因为在这个瞬间 套被固定住了 所以相当于常数 所以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这边积分 要是P是从 P是从零到无穷的 所以代表一件 P是从零到无穷的 当P是等于零的时候 T是从套开始 对不对 它是这个样子一件事 好 那这样一来呢 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要把这个做个转换 它告诉我GS 我现在可以怎么写 我现在呢 因为说 它是P嘛 P假设用T减掉套来写 是不是X 负S T减掉套 GP是不是G的 T减掉套 底P 底P就等于底T 积分呢 P 本来从零到无穷的 就代表T是从套到无穷的 我把它写成这样 反正是 这些相关关系是水火社的嘛 所以我这样子转换没有关系 反正只是数学游戏 所以这个跟这个完全等价 目前没有任何意义 OK 然后我将F来乘上S 就相当于这两个相材 F是两个零到无穷的 Exponential 负S套 F套 D套 G 套到无穷大 Exponential 负S T减掉套 G的T减掉套 DT 我记得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那记住哦 当我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转换的时候 是不是我套是固定在某一定的值 也就是说 他做这样事情的时候 是当这个积分是在某一个瞬间 OK 积分的意思就是说 你将这个函数下面分出很多块 然后每一块每一块加起来 在其中某一块的时候 那事实上指的是 我这个套跟这个套是要嘎在一起 我要把它放在它里面 这样子的意义就比较正确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积分是套一直在变 但是它是针对于 它变到某个瞬间的时候 套的定义 所以我把它摆在里面 把这个套放在最外面 就代表 我这个套在改变的时候 里面也跟着在改变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意思 OK 好 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马上就看得到 这个积分是对谁积分 对T积分 tau有没有积 没有积 所以Explanetial Stau 因为负负得正 可以提出来 因为又没有T 一提出来 是不是跟它消掉 它是Explanetial 负Stau 就变成这个 跟这个 互相消掉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整理一下 那是不是就变成为 好 这个呢 我要把它转换 看看怎么转换 这个本来是说 我的TaoFixed 然后呢 来看看T是怎么 怎么转换 现在我要反其道而已 把它变成 在某个瞬间 TFixed 那看看Tao是怎么样 它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我先把它写完 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但是这边你一看 就知道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这边是从Tao开始 这边是从0开始 这边到无穷大 这边到T 所以我们想想看 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好 这边我未必讲得很清楚 OK 但是大家来思考看看 现在呢 Tao在某个瞬间被冻住 然后我们来 G里面的 的这个东西 那Tao跟T 有什么关系 Tao跟T的变化量 在你G的这个变化量里头 底P跟底T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 它的斜率呢 大概就是1 虽然说呢 从这个式子看起来 好像呢 P跟T啊 插个Tao OK 好像有这个 但事实上 我们可以用这边来表示 那我们来看看哦 当Tao固定 是不是Tao固定 Tao固定在某个数字 然后这是我来GT T要从Tao G到无穷大 那是不是从这一点 算算算算算算算 算到无穷大 对不对 这是某个瞬间的动作 也就是说Tao 要从0变到无穷大的时候 你Tao有很多个数字 比如说这个数字 定了 然后我中间这个积分呢 就从这边 记到无穷大 套在变到下一个数字的时候 我又记到这边 变到无穷大 套到下一个数字 又从这边 记到无穷大 基本上我算的是什么 右半边 这个三角形 假设这个邪律是一 你告诉我 右半边的三角形 是不是跟左半边的三角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所以反其道而行 我可不可以固定T 对不对 然后呢 固定T T是等于这个 T在这边 然后呢 我让这个套的积分 是从零记到T 从这个地方 记到这边 所以我就可以固定 很多个T 然后积分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子 寄过来 是不是我算到的是 左边的面积 所以这边跟这边 是等价的 就是等价 这样子有什么好处 我将这一大串 叫做一个 叫做 叫做 记住哦 这个函数是T的函数 叫做HT 那么它是不是就可以写成 这个是什么意思 HT的Laplace 会变成这两个想法 那是代表 这两个的反向运作 就等于HT HT是谁 所以我就将那个写在 这边 了解我意思吗 对 对啊 DPTT 但是基本上 它是吻合这个公式 我们现在的画是T跟T 对不对 T跟T的话 你看 比如说这个T跟T 好像两个的比例当中 会差一个P 对不对 你画起来好像 不应当完全一样 好像要有个Shift的那种感觉 比如说 假设从这边直觉上 我会认为说 T跟T当中 T等于0的时候 T是等于P T是 我看看 假设有个 有个曲线是这样子 会被把它换成成 T等于T减掉P 假设P是正的 那是不是 应当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 对 因为这两个都是变数啊 对不对 也就是说P呢 是从0到无穷大 T呢 也是从0到无穷大 那T是什么 就要看看它们是怎么弄 OK 但是问题 我当初设定这个时候是 T要等于Fix Fix的状态下面 我才用这样子 OK 那事实上 我应该看的是这个 抱歉 跟这个 我应该要怎么画 我应该从这两个来看的话 就变成说 OK 套是Fix 它管理的Fix在这一点 那T呢 就要从套开始 也就是说 T要等于套嘛 T要等于套 是不是T T在这边 这两个 这两个要一样 才叫做T等于套 然后开始啊 从一直 G到无穷的元素 然后呢 套你可以从0开始变 你是0的时候 那我T就是 也是从0开始 就从这边 G到无穷大 套是等于这个 它就从这边 G到无穷大 画起来 好像一条 就是1比1的线 写率就等于1嘛 所以这边的面积 才会等于这边的面积嘛 要不然就没戏场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两个 才可以上 OK 所以有了这个时候 就方便很多了 OK 就方便很多 我们又可以 更进一步来看 所以呢 我现在呢 来给一个 很快的例子 我们一看呢 就可以知道 该怎么做 假设呢 我们有个HS 算完之后 它是写成 S乘上 S-A分之一 我们以前 就想办法 把它分开来 分成一个 S分之一 一个S-A分之一 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可以 这样看 这个不就一看 就变成S分之一 乘上S-A分之一吗 S分之一的 直接转换过去 就是E嘛 S分之一的 转换过去 S-A转换过去 就是Explonential AT 对不对 所以说假设 我把它看成 这个是FS 这个看成GS 那么就很简单嘛 FS转换过去 FT呢 S分之一就是E啊 GS转换过去 FT呢 就是Explonential AT嘛 不许你看看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都知道了 但问题是 它的转换 是不是就等于E 乘上Explonential AT 可不可以这样写 当然不行 因为它告诉我们 不是这样子的 它会变成一个积分 变成什么 一个F转换过去 之后FT呢 T换成T 反正它是E嘛 E就是E啊 管你有没有换 G呢 转换过去之后 T换成T-T套 对不对 或者是 颠倒一下 比较容易说 我把这个叫做F 这个叫做G好 反正随便你假设嘛 我把这个叫做F 这个叫做G 这样子好像比较快一点 为什么呢 当我一转换完之后 F这个呢 T要换成T套 所以Explonential AT 变成Explonential A套 后面E呢 E你又没有转换 都是E啊 然后我将它 对套积分 从0G到T 因为这样积分 比较容易嘛 对不对 好 现在积分结果变成什么 A分之 Explonential A套 0G到T T带进去 A分之1的 Explonential AT 0带进去 0就是E嘛 减掉A分之1 所以 应该是这样 我们敢确认 这个转换过去 就是它吗 我们来试一试 所以 所以相当于说 假设 HS 假设HT 已经算完了 就是这个 A分之1 乘上Explonential AT DT 减掉1的 LAPLUS 是不是前面 成了负ST 后面对T积分 从0G到无穷的 是不是 整理一下 它有两项 第一项是A分之1 A分之1 就可以提出来了 Explonential AT DT 减掉 A分之1也提出来 1 DT 所以AT的 微分是什么 S减A分之1 这个是它LAPLUS 减掉A分之1的LAPLUS 这个是什么 1就是S分之1 是不是 整理一下 通分 大家都有A A分之1提出来 通分一下 是不是变S乘上S减A 这个就要乘上S 减掉 这个就要S 减A S跟S消掉 A跟A变正的 A跟A又消掉了 是不是 Exactly 一样 很简单的 好 我们再看一体 这个部分算完 我们就先结束 OK 今天来的人 实在太少了 假设有个S空间的 它是这样子 S平方 再加上 Omega平方 分之1 这个我们倒就知道 结果怎么转换 但问题是它是平方 对啊 就拆啊 我们就把它拆成两项 可以吧 没有问题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叫做FS 这个叫做GS 两个都要转换回去嘛 对不对 所以FS 转换回去 FT会变成什么东西 你后决定你要选择S 还要选择cos S平方加Omega平方分之1 现在是之1哦 现在只有S平方加Omega平方分之 不是S 也不是Omega 它是之1 转换回去Omega会比较简单 对不对 为什么呢 我可以在上面乘以Omega 外面再除一个Omega 反正是常数嘛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它写成 Omega 乘在这边 那这边也照乘吧 两个Omega 那我把它除在这边 Omega是常数 是不是 各分配一个 各分配一个 这个一个 然后这个一个 可以吧 这样比较简单嘛 所以这一转换过来 Omega又不动 后面就是Sine 那G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运用那边 所以HT呢 就可以写成什么呀 FT换成套 G呢 T换成T-套 然后对套 然后对套G分 怎么G 从0G到T 就是了 所以这个会变成什么 整理一下 F套就是这个嘛 Omega分之一 Sine的Omega 套 对不对 T换成套 这个呢 Sine的Omega T换成T换成T-套 对不对 好 这个可以展开来 对不对 整理一下 Omega平方 你有 我也有 整理完之后 会多跑出个二分之一 它就会变成为 负的Cosine OmegaT 再加上 Cosine的OmegaT T OK 那这个很简单 直接积分 Cosine的积分 就变Sine 抱歉 这个是T嘛 所以是常数啊 所以积分完第一项会变成为 负套 Cosine OmegaT 对不对 第二项是Cosine嘛 的积分会变Sine 但是你多个Omega 我再把它除掉就是了 所以就变成Sine Omega T T 抱歉 套 这个是T 这个是套 所以就把它带进去 T带进去 这边就是T 0带进去 这边整个就不见了 T带进去 就是T 0带进去 整个就不见 因为是Sine 所以只有T的存在 这个就是我们答案 OK 要不然你不分分次 还不晓得又如何不分分次 后来 上一期提作业 OK 这期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